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朝鲜政府的声明称 试验是在当地时间6号上午10点进行的 但未提及试验地点 声明指出 朝鲜进行的清淡试验 是为应对以美国为首的敌对势力 日益增加的核威胁 彻底保卫朝鲜自主权和民族生存权 维护朝鲜半岛和平与地区安全的自卫性措施 朝鲜当地时间1月6号进行核试验 国际社会普遍反对 中国政府也对此表示坚决反对 韩国政府6号发表声明 谴责朝鲜进行核试验 同时敦促朝鲜以不可逆的方法 销毁全部核武 声明称 为了让朝鲜对进行核试验付出相应的代价 韩国将和同盟国家 以及包括朝和六方会谈国在内的国际社会 进行紧密合作 并将采取包括联合国安理会层面的制裁措施 等所有的应对手段 韩国外交部副部长林胜南 6号就朝鲜进行清淡试验 召开紧急会议 强烈谴责朝鲜无视韩国 以及国际社会的再三警告 强行实施第四次核试验 声明还表示 韩国政府将维持万无一失的应对态势 以应对朝鲜进一步 可能威胁国民生命和国家安全的任何挑衅 朝鲜6号进行核试验后 韩国军方宣布上调对朝警戒级别 总统朴槿惠主持召开国家安全保障会议 朴槿惠表示 韩国将对此次核试验做出正确评价 韩军方将强化于美国的联合防卫态势 日本方面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当天说 朝鲜进行核试验 是对核不扩散条约的重大挑战 日本外相岸田文雄也指出 朝鲜核试验是对地区和国际社会和平安全的挑战 美国白宫国家安全委员会发言人普赖斯说 美方尚不能证实朝鲜已经进行首次清淡试验 但谴责其违反联合国安理会决议的行为 俄罗斯 欧盟 英国 法国和澳大利亚等国家和国际组织 也对朝鲜核试验予以谴责 联合国安理会当地时间1月6号发表媒体声明 强烈谴责朝鲜进行核试验 表示将就此事采取进一步措施 将立即着手起草新的安理会决议 安理会轮值主席乌拉圭常驻联合国代表 埃里维奥罗塞利当天宣读声明说 安理会成员紧急磋商 讨论朝鲜6号核试验所引发的严重局势 安理会成员强烈谴责本次核试验 核试验明显违反安理会第1718第1874第2087和第2094号决议 挑战不扩散机制 因此对国际和平与安全的明显威胁继续存在 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当天在纽约联合国总部 对记者发表声明说 朝鲜政府6号进行的核试验令人深感担忧 尽管国际社会多次呼吁停止此类活动 朝鲜的核试验再次违反多项联合国安理会决议 中国外交部6号发表声明 对朝鲜不顾国际社会普遍反对 再次进行核试验表示坚决反对 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还在记者会上回答了提问 今天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不顾国际社会普遍反对 再次进行核试验 中国政府对此表示坚决反对 实现半岛无核化 防止核扩散 维护东北亚和平稳定 是中方的坚定立场 我们强烈敦促朝方 信守无核化承诺 停止采取任何恶化局势的行动 维护半岛及东北亚和平稳定符合各方共同利益 中方将坚定推进半岛无核化目标 坚持通过六方会谈框架解决半岛核问题 欧盟1月6号紧急召集丹麦瑞典和德国官员探讨移民及深耕边境问题 欧盟委员会主管移民内部事务与公民事务的委员阿弗拉默普洛斯 1月6号表示 应维护深耕区的自由流动便利 深耕国家应最低限度的实施临时边境管控举措 为遏制难民涌入 北欧国家瑞典丹麦近日相继采取边境管控措施 1月6号欧盟召集丹麦瑞典和德国官员探讨难民及深耕边境问题 欧盟委员会主管移民内部事务以及公共事务的委员阿弗拉默普洛斯 当天在与丹麦 瑞典和德国移民官员共同举行的联合新闻发布会上说 各方一致同意采取特殊措施来保障深耕区的自由流动 我们都合同意采取特殊措施来保障一定性的源自然地 一切与民主席自然地贸易 кру编和eken诉ия 整坡 社区的富责 我们都合同意采取特殊措施来保障 第二个地方开口 正在基地上和各地的一个元素 两个人的组合 我们都合同意采取特殊措施来保障 丹麦移民大臣斯特伊贝尔表示 欧盟有必要采取联合解决方案 丹麦政府将密切监控难民潮 并在必要情况下实施更加严格的临时边境管控举措 瑞典司法和移民大臣摩根约翰松表示 经由希腊等巴尔干国家抵达奥地利 德国直至北欧国家 已经成为难民迁移的主要路线 欧盟需要采取有效措施遏制难民的流动 德国联邦内政部议会国务秘书奥勒施罗德说 目前欧洲的问题是没有一个有效的边境控制系统 此外难民登记系统和欧盟去年达成的难民安置计划 都没有发挥有效作用 据土耳其媒体当地时间的1月6号报道 一艘难民船5号凌晨在图西部海域轻覆 至少36人溺水身亡 他们的遗体随后被冲上了土耳其海滩 土耳其阿纳多卢通讯社援引当地官员的话报道称 出世难民船在驶往希腊岛屿途中倾覆 土耳其海岸警卫队闻讯后赶赴事发地点 救出了12名偷渡者 他们来自伊拉克 叙利亚以及阿尔及利亚 据报道 土耳其目前正值冬季 但是每天仍有数以千计的偷渡难民 铤而走险乘坐简陋船只逃往欧洲 联合国难民署和国际移民组织最新公布的数据显示 2015年有超过100万名难民和非法移民进入欧洲 土耳其地处欧亚交汇处 水路交通便利 独特的地理位置 使其成为许多偷渡者进入欧洲国家的跳板 东南卫视台海资讯带在微信平台开示了公众号 想要了解更多更丰富的连岸资讯 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或微信搜索关注海峡新干线栏目官方微信公众号 我们微信公众号的互动抽奖环节 从今天中午的12点开始正式上线 台北故宫博物院以及台湾竞选小文创等 非常具有台湾特色的小礼品等你来拿 欢迎回到海峡五报 带您继续看新闻 1月6号选前倒数10天 国民党2016候选人朱立伦 重兵回防新北市 进行最后的车队扫接 因为天气不好 朱立伦淋雨林道全身都湿透了 却笑着说很值得 因为他这次扫接就是要把死中支持者的票给催出来 和支持者拔甘情 朱立伦一个一个亲自谢 要靠铁粉撑下去 新北车队扫接第一站从中和开始出发 无奈天宫不作美 大雨大雨一直下 朱立伦头戴帽子套上防水夹克 顶着烹沫大雨照样扫街 只是中和不是蓝军大票仓吗 怎么还要这么拼 我发觉今年好像冷了 所以我发觉先轻 没有像以前 先轻好像没有以前那么热 老将不敢掉以轻心 期盼母亲戴了下多少能加分 回防新北市的朱立伦 车队在大街小巷内不停穿梭 支持者冒雨加油打气 环保志工一消通通站出来 还有中和阿嬷进出一路夹道欢迎 凉嗖嗖的天气场面确实热呼呼 觉得我们最后的阶段 一定要把大家的热情吹出来 什么的大众都在归队当中 大家实在是看不惯 民进党现在这样子的一个 好像已经自以为自己已经当选 要把压力变成助力 尤其新北市已经经营了五年 票数一定要开得漂亮 除了传统电面战 网路空战持续轰炸 创业的路上总是有打不完的怪 朱立伦青年创业政策最新一片 走电玩风 模仿定动小精灵 还有超级马路 把硬邦邦的政策图像化 选择最后关头 蓝营再抛牛肉 扩大打击面 要拼逆转胜 台湾军工教职人员一向被称作是蓝营的铁票舱 但是在2012年 马英九当局删除了40多年来 台湾地区退休军工教人员一直享有的年终慰问金 有观点认为 这直接导致了2014年九合一选举国民党的失败 而为了挽回这些选民的信心 台立法机构正副职负责人 王坚平洪秀柱昨天上午特地到台湾地区 军工教职 退休人员大会上进行信心喊话 删除他的年终慰问金 这个事情影响非常大 七年九合一的前提 确实因为这阵势很多人气得不投票 你为什么砍我的钱都没有讲一声 原来支持蓝军的不愿意出来投票 而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 就是当时我们把这个 就是退休军工教人员的 他年终慰问金给取消了 那这个部分确实是 惹火了我们原来的这个铁票 2012年 马英九当局删除了40多年来 台湾地区退休军工教职人员 一直享有的年终慰问金 蓝营铁票舱内心受到重创 挽回退休军工教职人员的支持 是国民党当前的要务之一 希望大家共同的能力 大家来回复 而洪秀柱也现身拉票 他表示这些年来军工教人员心中感到委屈 尤其是退休人员更觉得不平 他们劳碌一辈子 还要忍受政治人物分化 制造社会阶级对立所带来的负面效应 但是目前民进党候选人蔡英文 始终在两岸政策方面摇摆不定闪烁其词 洪秀柱呼吁 未来台湾社会能否继续安定 未来两岸能否继续维持和平 军工教职人员的选票十分重要 不去投票 不去投票是让人家高兴 不去投票是害了自己 不去投票 下一代就没有人为了 亦有观点认为 九合一选举之后的惨痛教训 挽回了部分深蓝选民的心 这一次大家也理解了 这个是政治斗争的牺牲品 所以这一次会出来投票的 一定是比 我们已经感觉到比上次要多多了 现在慢慢更多的人认知 这场选举的重要性 我们还是会非常希望大家 能够为台湾的未来 为下一代的竞争力 投下一个神圣的一票 普遍的观点认为 在2012年马英九当局 删除了军工教职退休人员的 严重慰问金 是导致2014年九合一选举当中 国民党惨败的直接原因之一 那么在今天呢 王津平和洪秀柱都是努力地 向这些退休军工教职人员 进行信息喊话 希望他们能够站出来 继续地支持国民党 而这样的喊话会有多少的效果 还是一个未知数 而退休的军工教职人员 以及所有的台湾地区的军工教职人员 会在这次的2016年选举当中 起到怎样的一个作用呢 外界也都在观察 东南平时姐 陈彦涵 台北报道 进入倒计时的台湾2016选举 可谓是各党百家争鸣 全面进攻抢票 尤其是政党票 总共有18个政党 角逐部分区民代 而那些知名度低的小党 只能依靠特色杀出血路 选举必要之招站街头 锁定民财库大哥递传单 军工教联盟党党员年龄层 阿公鸡 但说句话来想不论 年金改革教育乱象 一群人撤开嗓门 讲道中气十足 军工教集成沙 跟抢庞大票员 为什么军人站出来 我是个将军 我现在限职是校长 为我们的政治可以走出一条轻路 限职的军工教跟退休的军工教 合起来是100万票 它是一个铁票 它投票率是比较高的 瓜分蓝绿选票 小党靠特色图围 只是第三势力满街跑 还能怎么拼 谢谢你骑狗狗 保护地球 你为地球的空气污染 做了一些减缓的工作 红灯90秒 锁定起电动车的民众 对话步道环保 数党街头开档突袭 不奢求全民关注 只向懂得人说 累积过往 街头能量 数党着急感性战友 但护数议题 毕竟冷屁 进入选举抢 其次怎么热选情 过去护数 如果是3千5千就非常多了 可是我们3千5千 居然还可以转成 5千票以上 甚至1万票以上 那就代表有很多的民众 他本来在护数的时候 并没有来联署 并没有来看 但是在选举的时候 他已经观察你 从胡椒网上 就出一只只鸽子 18个政党当中 唯独和平哥联盟党 非关政治 关心赛格运动 非法网哥 要过5%门槛 有望吗 有将近30万人 18个政党里面 我们算是隐形的力 那关于台湾方面 其他资讯 我们现在就来连线 我们的驻台记者叶清林 请他为我们梳理一下 今天岛内媒体的一些反应 清林 把时间交给你 好的 紫乔 今天像前面我们新闻画面里面看到的内容一样 今天台湾的各大媒体都要大版面来报道 倒数九天蓝绿都是拼了 像这张照片一样 这个驻台人在风雨中扫街 就像是国民党目前的这个选情 在逆境中前行 在风雨中拼搏 照片的题目就叫做风雨生信心 那么蔡英文呢 是连续一个晚上赶两场 在基隆宜兰的这个造场气势 希望用母鸡带小鸡的这个情势呢 以自己的高人气带出基层的选票 那昨天的这个蓝绿的催票过程当中 有一个观察点很有意思 那就是都在抢政党票 前面新闻大家也看到了 因为小党伶俐 蓝绿双方都在担心 自己在台立法机构的席次 因为小党太多而被削弱 所以呢都打出不同的牌 蓝呢打出的是保基本盘 绿是打告级牌 蓝怎么打基本盘啊 因为黄复兴党部啊 是国民党的这个军眷体系 一个重要的一个党部 也是前面我们提到 军公教的大部分支持者呢 都是黄复兴党部的党员 因为之前有传闻说 黄复兴党部因为不满国民党换注呢 有可能会分裂投票 那么昨天黄复兴党部的这个主委 戴博特呢是特意发了一封公开信 来吹深蓝来归队 要他们赶紧把票要投给国民党 不要因此便宜了民进党 那民进党方面呢 则是这个打出告级牌 因为现在民进党选情非常的看好 很多人认为说民进党已经不缺我这一票了 但是这次出来选举的小党里头 有不少都是绿色的背景 所以呢 蔡英文包括所有的民进党的候选人都开始说 现在选情已经开始告急了 有可能这些票就会分给其他的小党 因为在网络上已经流传了说 要支持小党来监督民进党这样的传媒 让民进党不得不防 那民进党怎么个告急法呢 昨天晚上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 所有电视的政论节目 以往所有的绿营名嘴跟民进党的候选人 都是一路在创衰国民党的选情 但昨天一改常态 都说国民党并没有大家想象的那么差 有可能会选的不错 就是希望这些在北部求学 北部打拼的这个南部的乡亲 能够在投票那一天 能够回家去投票 并且要把票投给民进党再打一打这个悲情牌 是不是有效 是值得观察的 另外今天还有一个话题 在岛内持续的发酵 那就是大陆游客可以来台湾 经过桃源机场中转去其他地方 这样的一个事情 今天联合报道报道就是说 不排除选前就可以上路 因为根据海基会的消息 就是说两会超定日期就可以来启动 也就是说16号之前来自昆明 重庆 南昌的游客 就渴望来台湾通过桃源机场 来去世界上其他的地方 那就这个大陆游客的部分 今天望报用一整版的报道 来做一个延伸的报道 因为选前一个月 不少的大陆游客 担心来台湾被做一些政治操作 所以已经降低了来台旅游的意愿 这个月 由于大陆游客团的骤减 那是导致台湾游览车是八成是熄火停摆的 另外我们也看到 平常大陆游客兮兮兮兮的野流景区 现在也是一片冷嗖嗖 所以望报的观点就说 撇开政治 能救经济才是王道 文章里面说 这一个月大陆游客减少 已经给台湾的观光业 是减少了25亿新台币的收入 由此可以看出 大陆游客已经是台湾观光业 撑起半壁江山的财神爷 所以观光业者也呼吁说 民进党蔡英文不要再做政治上的操作了 因为对于老百姓来说 能够拼经济 经济有发展才是王道 那么就此 今天中国时报的社论的标题 就叫做路客中转 蔡英文应该体会的美角 美角是闽南话 美嘎的意思 是一些有深意的细节 这个报道里面就说 马英九一直以来都是坚持两岸和平的路线 尤其我们看到路客中转 包括昨天刚刚恢复的 两岸货贸协定的一个技术性的商谈 都是在落实新加坡两岸两国领导人 会谈之后的后续成果 他们认为 马英九将会是成为 未来台湾处理两岸关系 两岸政策的一个资产 而不应该被蔡英文称为是负债 所以如果蔡英文有政治家的格局的话 应该善用蛮久 比较擅长处理两岸政策这张牌 但是台湾从所谓的民主选举以来 一直缺少政治家 都是一些为个人心计算计的一些政客 蔡英文有没有这样的胸镜 有没有这样的格局 还是一个大大的问号 另外我观察了一下 今天各组候选人的行程 有两个关键词值得注意 一个是扫街 从台湾头到台湾尾 都有政治人物在扫街 大家不要理解错了 不是拿着扫把 充当环卫工人在扫马路 而是车队一条街 一条街的去跟选民握手 打招呼搏感情 另外一个关键词是拜拜 几组候选人几乎都有去 公庙参拜上香这样的一个行程 那么在选举的倒数几天 候选人的扫街有什么样的讲究 另外台湾的民间宗教信仰 对于选情选举也有什么样的影响 今天晚上10点 海峡新干线 我再继续给大家详细的来解读 好的 以上今天台湾报纸的重要内容 我们把时间交还给辅助理员博士 紫桥 好的 谢谢叶青霖 东南卫视台海资讯带在微信平台 开始了公众号 想要了解更多更丰富的连岸资讯 可以扫描我们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或者是微信搜索 关注海峡新干线栏目的官方微信公众号 我们微信公众号的互动抽奖环节 也将从今天中午的12点开始正式上线了 台北故宫博物院 以及台湾竞选 小文创等非常具有台湾特色的小礼品 台湾新竹一家游乐园 最近诞生了一对胡宝宝 日前刚好满月 圆滚滚的模样 几乎成了动物园里的新宠 特别找来小朋友和胡宝宝们互动 可爱的模样连大人都抢来抱呢 什么奇怪的叫声 原来是这只小家伙 小小声剧 看起来好像小猫咪 走路都还不稳 但好像知道镜头在哪一样 慢慢爬呀爬 肚子圆滚滚 走起路来一点一点的 可爱极乐 小朋友都忍不住伸出手 想要摸摸他们 小老虎兴奋喝着奶 两只小手高兴的在空中挥呀挥 小嘴更是没停过 小朋友看见这样的画面 也笑得好开心 工作人员一个紧紧抱住小老虎 一个帮忙使打晶片 但小家伙个子小脾气还很倦 不断扭动身子 工作人员只能像哄小孩一样 一边安抚一边打针 我们的小老虎这两只是在12月 就是去年的12月6号出生的 那现在的健康状况大概是体重是3公斤 然后出生的时候是1公斤 这两只老虎宝宝还是双胞胎 游乐园为了庆祝满月 找来小朋友帮小老虎庆生 近距离亲密互动 游乐园特别替老虎宝宝取名 一直叫阿申一直叫阿峰 就是希望他们能虎虎生风 在园区健康长大 随着俄罗斯总统普京 在俄罗斯国内支持率的提升 带有普京形象的产品 也开始广受欢迎了 日前一款以普京为主题的香水 在俄罗斯首都莫斯科是正式发售 一起去看一看吧 这款名为领袖一号的香水 于2015年正式在莫斯科发售 售价6500卢布 约合人民币583元 这款香水采用全黑色包装 俄罗斯总统普京的侧脸 成为包装上最醒目的标志 据介绍 它混合了柠檬 黑加仑和燕松果的气息 试图给使用者以温暖团结的感觉 这位来自白俄罗斯的香水调配师称 他的研发灵感来自于一段 关于普京的宣传视频 不过令人略感意外的是 这款以温暖和团结为招牌的香水 似乎并没有得到 莫斯科消费者们的青睐 请我们悉者们的关系 这是悉者们的土豆 到atti 没关系 看我们的土豆 要不是 也不是 没有 这种 tests 用泪到 非常便宜 但是 原新的图证 据了解带有爱国主义象征的商品目前在俄罗斯国内已经成为时尚 其中带普京总统肖像的纪念品最受欢迎 俄罗斯人认为这有助于总统权威的加强 而普京本人则对以自己的形象开发市场的行为持否定态度 不过似乎也不会出重拳打击这种行为